了解董明珠的都知道 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企业家 此前她投资了新能源车 在外界都以为她会亏本的时候 她却又赌赢了 力压群雄造车成功 和她合伙的王健林 以及刘强东的三十亿都没有白花 董明珠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曲折经历呢 董明珠的动作 此前曾让格力的市值跌近两千多亿 原因就是她投资了珠海银龙的新能源汽车 格力的管理层都对董明珠提出了质疑 因为在董明珠的主张下进行了投资 却亏损如此之多 很多管理层人员对董明珠不再信任 近来董明珠的各项投资频频出现失误 格力长期垄断的空调霸主地位 也被其他品牌抢占 虽然格力近八个月来业绩在不断的下滑 其实格力的发展潜能还在后面 董明珠的眼光十分的成远 董明珠投资的新能源汽车大赚 与她进行合伙的王健林和刘强东 也是赚得盆满国满 我国政策提出之后 企业越来越提倡保护自然环境 于是新能源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一个行业 而新能源汽车也迎来高速发展 许多人都将目光瞄准了这一行业 那时候许多国内的商业巨头 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到新能源汽车制造的产业中 大家都将目光放在了新能源私家车上 董明珠却将目光放在了新能源客车身上 董明珠认为新能源客车 未来发展的前途无可限量 刚开始 董明珠也是吃了亏的 那时候她看中的是珠海银龙 却不知道珠海银龙是个大坑 珠海银龙的发家史也让人深思 珠海银龙此前是一家国内企业 去美国花了5700多万美元买下来的一家破产公司 主要经营的是泰酸里技术 那时候的董明珠看好这家公司 于是便决定收购它 但是格力的股东 却极力阻止董明珠的这一做法 后来董明珠与这些股东决定 要收购珠海银龙 董明珠顶着股东的压力 推进收购银龙的计划 而这个消息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成为大家一直讨论的事情 董明珠还带上了他的老朋友 王健林和刘强东 让他们都入股银龙 但是当他们收购银龙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是掉进了一个坑里 银龙除了有泰酸里技术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的估值也是虚假 后来银龙也面临着种种危机 银龙的董事长为银仓 直接丢下银龙 带着钱跑到国外 但是跑到国外的他认为 银龙之所以会面临这么多困境 就是因为董明珠的决策失误 董明珠就此背上了不懂投资的黑国 看到这个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了 董明珠决定全面收购银龙 2021年银龙全面被格力收购 成为了格力商业帝国里的一份子 并且更名为了格力泰 格力的商业帝国再一次壮大 多少人看到格力的业绩不断的下滑 都开始质疑董明珠的决策是否正确 然而此后的种种 又证明董明珠的决定是对的 董明珠主导的格力泰集团销量暴涨 实现了171%的上涨率 格力泰企业极下的新能源客车 销量高达1800多辆 而董明珠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内的新秀 带领着格力泰进入国内新能源汽车 销售的排行榜单位居第三 而格力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也离不开董明珠的构思和管理 董明珠决定将格力泰的资金 投入到研发钛酸锂电池核心技术上面 当初王健林和刘强东做的决定没有错误 他们跟对了人 董明珠引领格力泰走向巅峰的两张王牌 是人才以及技术 在董明珠的领导之下 格力泰的各项技术得到了升级 并且格力泰旗下的新能源汽车 充分发挥了钛酸锂电池的优势 也拓展了格力泰的业务面 在电动公交车 市政用车 百度车等 都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格力泰的钛酸锂电池 之所以能够成为新能源客车行业的前三甲 是因为它的充电效率非常的高 相比其他的锂离子电池 它仅用6分钟就可以充满电了 而且该电池的放电效率非常高 这也就体现了 碳酸锂电池的使用效率很高 所以它会受到大家的追捧 第二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十分的安全 使用寿命也非常的长 它经过了很多次测试 可以经受各种破坏 并且不熄火 不发生爆炸 连我国的工程师都赞叹 格力的钛酸锂电池 说它是目前安全性最高的锂电池之一了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赞誉 这也对格力泰的研究做出了肯定 而第三个优点 就是它可以适应气温的变化 耐高温 在零下50度到60度的环境内 都可以正常充放电 这表示它有极大的延展性 无论是面对怎样的环境下 都可以承受 这一优点也使它获得了许多荣誉 被列入了各种榜单之中 在知道这三个优点之后 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格力泰能够实现销量的暴涨 这是因为它们在技术方面 一气绝尘 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突破 董明珠刚开始还不被许多人看好 大家觉得它是在做亏损的投资 殊不知 董明珠的眼光十分长远 后来与董明珠一起投资新能源汽车的王建林 为董明珠解释说 一些企业家刚开始的决策 是很多人看不懂的 但是别人看懂了 就已经错失了机会 所以董明珠的目光长远 让人佩服 而格力泰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功 也得利于董明珠一直坚持掌握核心技术 董明珠让一场骗局成功的成为了业界的一匹黑马 董明珠又创造了一个神话 她不仅是格力集团的董事 还是格力泰的董事长 在她的指点之下 格力泰化腐朽为神奇 她实现了格力泰的业绩暴涨 董明珠凭着长远的目光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跟着她一起投资的王建林和刘强东的三十亿 也没有白花 也相信在这次经历之后 大家会更加相信董明珠 格力集团也会更多元化的发展 敬佩董明珠的长远目光 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看到了大家都不能够看到的领域 所以她才能够取得成功 并且在面对危机时 她临危不乱 毅然决然的做出决策 挽救了格力泰 董明珠不愧是我国的企业家中的铁灵子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对于董明珠投资大转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表你的看法 点赞加关注 下期内容将更加精彩